你要先進去 然後等一下他會再過來叫你 所以這邊請坐 OK 站在卡斯伯身旁的男生名叫小泉 他是卡斯伯治療的隨行半譯 短短四個月裡 就有將近70位台灣的癌症病患找上他 希望能夠申請到日本 接受米歷細胞治療 但卻很少人像卡斯伯一樣幸運 等到治療機會或者順利成行 我曾經有一個患者是跟我聊了之後 結果我過了三天 他老公跟我講說對不起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再做任何的質詢 我說為什麼已經離開了 前往日本接受免疫細胞治療 是不少癌症病友的共同心願 像是小張就因為父親離癌的關係 認識了卡斯伯 眼看卡斯伯成功飛往日本治療 自己70多歲的父親卻不行 可以想像他心裡的交集 你要還要他們坐飛機去大陸去日本 甚至美國這樣子舟車勞頓 坦白講很多病人他們體力或是年紀 真的是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子的舟車勞頓 沒辦法出國要等到衛福部審核通過 免疫細胞療法才能在台灣接受治療 只是這一天又要等多久 新藥商市規定需要經過三期臨床實驗 最後通過查驗登記才能上市 目前免疫細胞療法還在第一期實驗的階段 等到二三期整個流程跑完至少還要五到十年 時間上縮短不縮短主要是看他臨床試驗的結果 篩選的對象這些是不是合適的 那這些過程的話那是不是有可能去傷害到病人 不要說五年十年對癌症病患來說 三個月五個月恐怕都等不了 許多先進國家已經實驗通過 具有一定療效的免疫細胞療法 在台灣的審核難道不能適度縮短 我們台灣的醫療選手還號稱是全亞洲數一數二的 怎麼連中國大陸都可以有免疫療法 那我們卻還不行 我真的很希望我們衛生福利部的這些長官們 好不好就是說能夠苦贏所苦 至少我們不要輸給中國大陸 他既然已經是美國 韓國 中國 日本 歐盟的常規醫療 就表示他已經驗證過他的安全跟有效事了 例如日本在2006年時就綜合考量各種因素 參考先進國家實驗結果 決定不用走完三期實驗到第二期階段 就開放免疫細胞療法 但衛福部堅持要全程走完三期才能核准通過 細胞療法好像副作用都比較小 可是問題是說也許是還不清楚 因為畢竟用的病人比較少 或者說比較少長期的一些資料 雖然食藥署擔心免疫細胞療法效果尚未完全確定 副作用也還沒有長期觀察 但對癌末病患來說 他們可以失去的其實也不多了 明明曉得這個病人用什麼藥 就一定會改善 可是你就因為這些時程 你沒有辦法 然後你就眼神針看病人走 你就會覺得很安心 我會贊成雙榜 因為有很多癌症病人 他是迫切期待 這是要在理論上行得通 而且他是安全的 儲存健康 不是只需 真的有必要 在還沒有生病之前 先遇存健康的免疫細胞 以便萬一離癌 可以就自己引命嗎 日本醫界對遇存的做法 持保留態度 健康的免疫細胞 還沒有發現 所謂的健康的免疫細胞 可以抗癌這件事情 當然也可以講說 你有好的免疫細胞 在這樣好的治療會更好 沒有錯啊 證明得要看 分離後的免疫細胞 就會放在這個低溫的儲存槽 那我們現在儲存都在-196度C以下 穩定的環境 跟穩定的溫度之下 他得以長期的保存 細胞銀行業者信誓旦旦說 保存無期限 但不管台灣或是日本的醫界 卻不願意背書 幾個月是十分可能 那幾年或幾十年 還沒有資料 我們到現在還是不能證明說 我除了20年25年以後 這個細胞還是好的 預存健康免疫細胞 就像買一張 搭上希望列車的車票 只是自己用不用得上 搭上了又能不能抵達目的地 沒有誰敢 百分百保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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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